大家好 我叫高萱 我現在是國立體育大學的G級系二年級 我是泰雅廚 我是比克拉素的負66公斤級 我是因為我的教練 我的張凱鳳教練的原因 他讓我接觸到克拉素 因為我從國中就跟他認識了 剛好他是在克拉素協會裡面做事情 所以剛好因緣聚會就是 跟著他之後就讓我認識了克拉素這項目 非常謝謝張凱鳳教練從國中到現在 大學對我的照顧 然後也很謝謝他的家人 私障啊 還有他的一些 的朋友 還有一些貴人 他身邊的貴人 非常謝謝他照顧我到現在 就像 我就像他兒子一樣 他每次都把我當成他自己兒子這樣 我非常感謝他還有教練 我有在克拉素裡面學到不一樣的技術 因為我沒有請到一個 來自烏茲別克的外籍教練 然後我們的抓握法 跟我原本在羅道裡面的抓握法不太一樣 比較廣 克拉素的抓握法比較廣 然後羅道是比較有一點局限於 就是什麼動作才能抓什麼位置這樣子 然後剛好我加入了克拉素培訓隊 然後剛剛好 因為選上之後 也認識了 物資別克的教練 然後我的技術方面 也變得比較不一樣 比如說速度上啊 跟抓握的位置 有變得比較不一樣 然後對我的羅道方面也有一些 不錯的優勢 我比較喜歡小綠 因為當時我看到小綠的時候 我想說綠色 我喜歡綠色的顏色 但是當我打開的時候聞到那個味道 就是我很喜歡味道 但是它對我的幫助也是 功效也蠻不錯的 對 休息 休息 對 因為現在在培訓期間 自己給自己壓力有點大 因為沒有比過這麼大的比賽 對 趕快就先放鬆一下 在這期間非常 非常快樂 也非常辛苦啊 但是很謝謝 所有的教練 謝謝他們的幫助 也教導我了很多 然後我也感謝所有的學長 學姐 學弟妹 然後謝謝他們幫助我 然後我也會 盡一份力 盡全力的拼這次的亞運 因為在練習的過程中 我也看到 學長學姐的積極的態度 也激勵我了許多 比如上生活啊 技術上啊 跟面對生活上的一些 積極的態度 這樣子 非常感謝他們 有他們 我會 永遠都不會忘記 會記在心裡 對 謝謝他們 謝謝 然後也非常謝謝 外企教練跟 凱鳳教練啊 韓清教練跟 烈老師 還有阿德老師 非常謝謝他們 謝謝 克拉樹 亞運 中華隊 加油 加油 加油